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集中 今天总共有5点的优惠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乐天银行最新的活动公告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联邦赖点卡自定通路最高 想要10%的现金回馈 紧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将来银行全新推出的账号预约活动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接口支付提领要收手续费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联邦NuNuBank活出利率 往上提升10万块里面最高可以消2.5%的活出利率 接下来要来跟你们分享内容的是我本支影片干爹 乐天国际银行战术播出 那很明白的就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有关你乐天银行近期的优惠 首先你今天只要透过零年申办并且开卡 就可以想要200元的开护礼 目前这个活动是公告到今年的3月31号 这个活动呢不仅是推荐人 就连被推荐人都是可以拿到200元的 简单来说就是你今天推荐给你的朋友 你们双方都是可以拿到200元 除此之外如果说你现在透过别人推荐码申办的话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指定行动支付50%的现金回馈 目前这个活动是公告到今年的4月30号 每个人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说可以消费到600块 那这个活动一样是推荐人跟被推荐人都可以共同享有的 你今天只要透过乐天网易APP里面的拍钱包 不限通路消费都是可以想要50%现金回馈 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可以使用的范围算是非常广泛 除此之外如果说你今天符合条件呢 就可以想要1%活出年利率无上限的优惠 目前这个活动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号 而他呢提供了两种方法 你今天只要达成其中一个呢 就可以在下个月享有活出年利率1%无上限的优惠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透过行动支付 你只要每个月有登录乐天网易 并且利用拍钱包消费5次 那这个5次是不限任何通路以及不限金额的 而第二个方法就是设定乐天网易呢 自动扣角乐天信用卡的卡费 这个方法真的非常推荐给乐天的卡友 你只要刷卡满的呢 就可以在10万块以内最高想要3%的活出年利率 你知道在当月扣角金额达到3万块以上的话呢 下个月就可以享有10万块里面3%的活出年利率 接着如果说你今天扣角金额达到2万块以上的话呢 在下个月则是可以享有10万块里面2%的活出年利率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消费那么多金额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今天只要有设定自动扣角的话呢 就可以享有活出年利率1%无上限的优惠哦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联邦银行所推出来的活动 目前是共同到今年的3月31号 你今天早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都可以享有10%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1000块 这个活动是需要登陆他每个月限量15000名的名额 那他呢会在每个月的15号下午1点开放登录 他指定通路包含了 Foodpanda,UberEat,QBurger,麦当劳的App 以及呢点点卡线上出资 还有呢像是DISD Plus,Netflix,Spotify 还有呢像是台湾大车队,LineTaxi等等 联邦银行呢我最近推荐两张卡片给大家参考 首先第一张是联邦烂点卡 目前是逛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早复合条件国内可以享有2% 国外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回馈无上限 如果说你今天在礼拜三与紫电网购通路上面消费 则是可以享有5%的LinePoint回馈 接着第二张呢则是联邦幸福M卡 目前是逛到今年的10月31号 这样信用卡在国内可以享有1%国外可以享有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而在于旅游以及交通的部分符合条件可以享有6%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500元所以最后可以享有8333块 它只能通过包含高铁台铁店房网站啊国内饭店以及指定旅行社 那如果说已经是新货的话 在于旅游以及交通的部分则是最高可以来到20%的现金回馈 除此之外呢在于保费的部分可以享有1.5%的现金回馈 再额外享有12期零利率的分期优惠喔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接口支付前阵子所发出来的公告 目前这个公告会从5月1号的时候开始执行 这个公告呢就如果说你在5月1号之后要利用接口支付的提领功能 没有符合条件会被收取15元的手续费 这个提领功能也是我之前很常在影片中跟大家分享到的 就是除职再提领的功能 也就是啊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帐内互转的话 透过这个方式可以省去手续费 但是呢从5月1号开始没有符合条件就必须收取15元的手续费啰 它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在前一个月任意使用接口支付消费一笔 那次月呢就可以想要15次的提领免手续费优惠 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更改是稍微有一点可惜的 因为啊它其实就有点变相的在限制它提领的次数 所以如果说你下个月啊只要超过15次的提领啊 就是必须收取手续费 如果说你本身帐内互转的次数比较多 我会建议你可以改到一卡通马尼里面 因为一卡通马尼啊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公告 所以啊你不管是提领几次都是不需要收取任何手续费的 接着只是要来跟你们分享江南银行前阵子所推出来的活动 江南银行前阵子开放的账号的预定 也就是啊你今天先输入你的个人资料之后 并且输入你想要的账号号码 如果说这个账号没有被人家事先预优走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你预先输入好的这个账号 我自己是有参与的 我就直接把我的出生年月日啊输入在里面 这样子啊你可能下次要跟人家讲账号的话 会比较好记很多 那像是热门的8888或者是6666 基本上都已经额满了 所以啊如果说你们想要预约可能比较大事一点的号码的话 就可能要碰碰看运气了 江南银行也有预计在最近啊要正式上线了 所以啊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我到目前啊也还不知道他们的优惠方案到底是什么 所以啊我自己个人也是蛮期待的 最后呢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联邦New New Band最新推出来的活动 目前是关注到今年的7月20号 他在10万块以内可以想要2%的活出利益 而他是100元起息并且每日记息每月复息 如果说你在当月啊透过联邦证券下单满额10万块的话呢 就可以在下个月额外加码0.5%的活出利率 所以如果说你在3月到6月之间啊每个月都有下单满额的话呢 就可以想要10万块以内2.5%的活出利率 那他这个活动是每个月减式的 所以如果说你可能下个月没有下单满额的话 就会下降成2%的活出利率 联邦证券啊我这边有帮大家调查一下 他呢手续费也是非常低的有28折的优惠 那他低收呢则是1块钱 而如果说你的联邦New Band是联邦证券的交货的话 一样也是可以像10万块里面2%的活出利率 但是我自己个人比较不推荐为了这0.5%的活出利率 去下单你不熟悉的股票 除非你本来就有每个月交易10万块以上 或许这个活动就会蛮适合你的哦 好那以上就是这集要来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需要补充都会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影片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不要忘记帮我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箱当才不会错我每次上线影片 想关注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欢迎followinstagram和赞成本的专页 也可以叫会员帮助我创更多机梅又两边去 我是轻利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步 最近每次念到最后都会打结好累哦 其实每个人都很好奇说 我为什么后面要念那么快 因为我后面真的太长了 所以我很常念很常念就越来越快就变成在老师的感觉 但是我这个人必须说我觉得 接口支付提令要手续费这一点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啊 虽然说你任意消费一笔 下个月就可以想要15次免手续费 但是其实有时候 储子在提令的次数会是很多的 因为他是你可以小额储子小额提令 有时候转账自己账内互转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限缩次数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可惜的 所以如果我之后想要想要提令或是储子 我可能会改去e卡通吗 因为接口支付我不见得每次都会 每个月都会利用接口支付消费到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我可能会直接转去e卡通吗 那当然如果说你每个月都有利用接口支付在消费的话 我觉得这个方式或许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于将来银行的部分 其实我自己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设计排版算是蛮有质感的 就是还蛮贴近年轻人的感觉 虽然说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冒犯到什么其他有年纪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其实蛮年轻化的 就是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尝试看看将来银行他的设计 他好像前阵子有出测试版的APP 但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到的 但我也不知道他测试版的APP用起来到底是怎样 所以我们就是近代家庭等到将来银行之后真的有推出优惠的时候 我们再来拭目以待 虽然说他在新闻上面有说他可能会推出活出利率上面优惠 但是优惠不知道会是多少 因为其实像之前Livebank跟乐天刚开始推出的时候 他们都是主打定存优惠 那火厨的部分也是等到一阵子之后才慢慢推出来 所以我也还不确定他们到底会推出怎样的优惠 那至于2022年我前阵子不是有请大家帮我投票吗 目前呢已经都在最后阶段了 已经票数统整完了 然后我会把前五名再丢到YouTube社群上面让大家投票 让大家票选王中之王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参与这一系列的活动的话 都可以时时刻刻关注YouTube社群参与投票哦